说起阿弥陀佛 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西游记中 唐僧的口头禅 便是这句阿弥陀佛 记宫里面 南无阿弥陀佛 那首轻松活泼的歌调 几乎无人不会哼唱 绝大多数寺院围墙上 清一色赫然有 南无阿弥陀佛映入眼帘 学佛人见面第一句话 总是阿弥陀佛 就连没有佛教信仰的人 在脱险罹难时 开叹世事时 也往往不由自主地 冒出一句阿弥陀佛 人们只要想到佛教 大概第一个联想到的 便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而人们听到了这句名号 也自然便想到了佛教 可说能够代表整个的佛教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是从何处而来的呢 原来佛教创始人 释迦牟尼佛曾在佛境中宣说 在久远的过去 宇宙中的某一个星球上 有一尊名号为 世自在王的佛出心于那个世间 当时有一个大国王 有言听到世自在王如来的讲法 欢喜信寿 并且心中当下开解 而误入佛法很深的境界 小知佛法方式世间最尊贵的真理 故而毅然决然地舍弃王位 在佛前出家 号为法藏比丘 后来 这位法藏比丘 在世自在王佛的开示 引导 加持下 花了五大节的时间 费尽种种思量 丑虑 发了四十八大院 这四十八个大院 非常宏大深广 超过宇宙间 一切世界 所有诸佛的悲愿 正如晋朝文人 居士谢灵韵 净土永中说的 法藏掌王宫 怀道出国城 怨言四十八 红世整群生 法藏比丘在愿文中说 他要建立一个世界 其清静 庄严 美好 快乐的程度 要超过所有的世界 他要让 来到他这个世界的人 用离六道轮回的苦恼 而十方 一切世界的众生 只要简单地 称念他的名号 就可以在寿终之后 来到这个美妙 庄严 快乐的世界 菩萨发了救度众生的愿后 就激功累得 去圆满他的大愿 法藏比丘 花了赵宅永结的时间 修种种的不失 忍辱 禅定 等等功德 终于 圆满大愿 成佛了 好为阿弥陀佛 因其愿力最大 救度力量最强 救度方法 最方便 所以被诸佛 尊称为 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所建成的世界 名叫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庄严 美妙 快乐至极 如佛经上说 那里 广大庄严 平坦无言 黄金铺地 到处可见 金银 琉璃 车渠 玛瑙 合成的宫殿 楼台 一切万物 自然 书放光明 没有夜间黑暗 美妙的天月 六十明空 气候温和舒适 生到那里的人 形貌 都和阿弥陀佛一样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睁眼精妙 不老 不病 不死 皆具天眼 天耳 他心 等六种神通 想要去十方 任何世界 一念几智 思一得一 思时得时 人人皆善良慈悲 聪明智慧 没有如其他世界里的 一丝毫恶人 恶事 及污秽之相等 众生想要生到 这么美好的极乐世界 只要随分随力地 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不管这个人 原本 是善是恶 念佛的时间 是长 是短 只要念佛 都可以 升到 极乐世界 众生 从他方世界 升到 极乐世界 佛教有个 真有名词 叫做往生 即前往西方 极乐世界 于莲花中化生 佛教里 并把这个 念南无阿弥陀佛 往生到 极乐世界 成佛的法门 叫做 净土法门 在佛教中 修持其他法门 想要达到 了生脱死的程度 是非常不容易的 古德言 众生发愿 成佛道 众与举 三千 大千世界 而净土法门 往生的条件 如此简单 完全靠 阿弥陀佛的力量 不需明了 高深的教力 修种种苦行 也不需 打坐修禅 念诵咒语等等 就可以 至极稳当地 超越 生死轮回 往生到 这样枢妙的 净土世界成佛 所以 从古至今 净土法门 一直被称为 佛教中 最容易 最安乐 最超胜的法门 然而 法门 虽本如此 殊胜超觉 但在历史上 却屡受误解 甚至在经典 翻译的早期 一些佛门的 高僧大德 也难于彻解 致使 这么殊胜的 法门真意 一直 未能 广为洪传 普利大众 直到唐朝 善导大师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 这样的状况 他念一生佛 口出一道光明 写下了 凯定古今的著作 利用种种的方便 教化推展 创立了净土宗 真正把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推广到佛教 各宗各派 社会各阶层 各角落 以至于后世 各个时代人的 心灵深处 自大师以后 不管是政务高深 学问渊博的高僧 大学问家 还是一字不识的 老太婆 杀牛仔猪的屠户 只要有缘接触 这个法门 无不被其 殊胜快速的成就 和慈悲 深测的旧度 所吸引 因此 而常念 南无阿弥陀佛 于口中 也正是由于 善导大师 所开显的 净土宗理念 和修持方法 对历代行人 产生了 至深至广的影响 才使得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传遍全球 传扬千秋 在佛灭后 两千五百多年的今天 仍旧最普遍的 为人所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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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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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